被骂上热搜,原罪居然是不红 只因八杀慈善晚会,张绍涵一不注意站在C位,直接被骂上了热搜 当时场面混乱,张绍涵本来站在了边角,可来往的人太多 一不小心被挤到了C位,周围都是杨幂,张子怡,刘嘉玲等夜内大咖一众 苏芒看到了站在中心的张绍涵,急忙对着张绍涵喊,让他赶紧蹲下来 大家都认为张绍涵的咖位还不能占C位 可作为慈善晚会,就应该让捐款的人占C位 当晚张绍涵捐款70万,手上更是带着标志捐款的红丝带 可惜,还是被看叠下菜的人所奚落 张绍涵作为家中长姐,从小就懂得为家人分担忧愁 因为嗓音动听,他从小便立志要做一名歌手 17岁参加歌唱比赛得了第一,后来顺利签约进入娱乐圈 张绍涵的歌唱事业红红火火,隐形的翅膀火遍大街小巷 他似乎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又凭着电视剧《公主小妹》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 让他的事业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张绍涵被妈妈污蔑,被舅舅要钱 多年后,才在王牌对王牌,在舞台上,坦然说出曾经的痛苦 身体有点不好,是比较严重的是心脏出了问题 当我跟我妈要医疗费的时候 她跟我说我们没钱 回到台北的时候,看到我家外头贴了一个封条 就是那个 身体有些不好,心脏出了问题 当问妈妈要医疗费时,妈妈说没钱 后来回家,家里被贴了封条 之后才知道一切的财产都不在自己的名下 是在母亲的名字下 无奈之下,张绍涵只能找朋友借钱先治病 可家人还是没有放过他 舅舅更是当众控诉张绍涵毁约弃养 一切的一切把张绍涵逼上绝路 媒体质问的时候,他哭诉 我问心无愧,15岁就去餐厅打工挣钱补贴家用 这些年承担家里的所有开支 希望父母不要诬蔑我 公司更是过分,将他的资源给了曾经的旧友范尾棋 曾经的天后陷入困境 生活一度拮据 张绍涵毫不留情怒吃旧友 让范尾棋一句话都不敢说 张绍涵落难,范尾棋不仅不帮忙 甚至任凭公司夺走了好友资源 还把张绍涵的经纪人抢走 两个人在社交平台上互动 暗示张绍涵对经纪人不好 至此,张绍涵与范尾棋的关系降至冰点 多年后二人同台,范尾棋打扮成大白 参加节目 而张绍涵节目采访,面上笑呵呵 表示,大白的那个打死都不会尝试 看得出来,他对范尾棋很嫌弃 后来在社交平台发动态 黑白狗别乱叫博关注 这话更是一有所指 范尾棋一句话都不敢说 知道自己理亏 就算事业跌至低谷 但张绍涵有双隐形的翅膀 依然带着他逆风翻盘 初到二十年来 张绍涵经历过巅峰 也跌落过低谷 因为曾经失去过 他对待事业更为虔诚更为认真 他每天坚持练生和健身 以饱满的状态对待每一位观众